為何要做理想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大家想說 我們要有理想 我們只做理想 可是卻忘了商業化也很重要 其實科技部安排了非常多資源 甚至於我們得去上課 所以從每一個面向 我們都去上課 去吸收知識 最起碼我們知道要怎麼入手 所以一步一步慢慢走來 到今天這樣的一個城門 那到底 VC 會主要看的角度會看哪邊 主要是看財務性的成長 在尋找跟網路 Internet 相關的早期新創 那任何產業都會去看 那這個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就是說它是企業的創投 VC 就是純粹的創投 然後企業創投是又加入了企業的角度 所以它會正針對企業的方針 說了一個 Corporate 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投資對於未來企業的展望 是不是有更新更深更遠的一個觸角 如何讓你的團隊能夠商業化到 被這些所謂的 Venture Capital 也好 或者是 CVC 也好 可以看到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認為台灣在醫學上應該走到國際醫療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其中一個方向 今天把它瞄準海外市場 你就不會把格局只是放在區域性的地方 那我們看到很多國外團隊他其實技術就這樣 但是他很敢做夢 他包得很漂亮 看起來非常吸引人 這個其實是很有未來性 台灣雖然不大 但是也因為不大 我們更有機會去連結到彼此 我覺得台灣的優勢也是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看過什麼樣的美角 創辦人也好 或整個團隊的氣質等等 有什麼會影響你投資的關鍵 創辦者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尤其在新創 創辦人就是全部 在越年輕越敢去夢想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其實機會更大 就新創團隊來講 我們還需要什麼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幫助到你的地方 比如說在產品銷售或者是在財務的協助上面 有一些通路的媒介 我想這個對於新創團隊來講 滿重要的一個關鍵 豪平以前我都是看他的綜藝節目 那第一次跟他搭配其實是非常興奮的 很多新創團隊比較年輕的一代 他可能更能接受這樣的方式來吸收知識 我們在下半年規劃將往美國申請FDA的遺材認證 同時我們也要在台灣申請TFDA的認證 希望以非遺材跟遺材的方式進入台灣的市場 對我們來說我們比較大的一個願景 我們希望可以把台灣建造成一個類似矽谷 類似Boston 類似以色列生意的ecosystem 創一家投資人沙龍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